炎炎夏日山芝区现在就到了西瓜的产季 为了要行销山芝西瓜 山芝区公所和山芝区农会就举办了夏日西瓜行销活动 举办了西瓜的评比 选出重量甜度的前三名颁发奖金奖牌 希望激励农友们可以多多来种植西瓜 并且也透过技术交流增进种植的技术 因夏日吃当季盛产的销鼠西瓜 刚刚好在山芝区现在也到了西瓜的产季 为了要行销山芝西瓜 山芝区公所与山芝区农会就办理了夏日西瓜行销活动 更邀请西瓜农友来参加西瓜评比 选出重量甜度的前三名颁发奖牌奖金 希望激励农友多多种植西瓜 并且也透过技术交流增进种植技术 因为我们山芝是务农的主要的一个区要 那很多的务农的人在这个农业的精进 可以说是努力不遗余力 有很多的农业博士都深藏在我们山芝区各个角落 所以只要是我们山芝区的农产品 相信都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不管是角白笋 不管是西瓜 不管是甘薯 不管是羊梅 或者是种种的农产品 我相信这品质都是一等一 有时候外地要买都还抢不到 那也因为这个现在务农的人数也比较少 所以我们这个持续的来开展这个地方创生 希望能够留住在地的青农 持续在我们山芝的来发光发热 渐渐受到气候的因素影响 西瓜在生长结果期碰上了大雨 因此收成减少 在西瓜重量的评比当中 重量最重38台金 而甜度高达13.7度 虽然都略逊去年一筹 不过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之下 有如此成绩已经相当不错 而三次巡工所不仅是办理了 新销西瓜的活动 更要透过意麦做工艺 将重量前三名的西瓜在活动上拍卖 所得全数捐赠新生活社会福利发展出几回 我们今天除了西瓜的平民之外 我们有结合的这个西瓜的意麦活动 所以我们今天在场有很多的好朋友 应该都是冲着等一下的西瓜意麦 还要来竞标 那我们今天的竞标的所得 都会捐助我们在地非常有公益 这个服务性质的 我们的新生活社会福利 公海协会人 来帮我们照顾在地的长者 帮我们照顾在地的这个小朋友弱势 让他们在不管在过年过节 或是平常都能够获得很好的照顾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共同来支持 拍卖的现场在地企业 与民旦爱心不落人后 重量冠军西瓜更是在蔡景贤 1元以6万元的拍卖价 拍下之后再捐出拍卖一次 如此也让这场公益的拍卖 累积了超过12万2000元的所得 希望透过西瓜的行销与公益的拍卖 不仅是提升了三只西瓜的知名度 同时也要做公益帮助三只 在地需要被帮助的弱势族群 具体品和3G裁缝报道